那么这首歌我相信会在9月份这张EP发售之后 将成为点播率 曝光率相当多的一首歌曲 在这里我说了 虽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持人 张亮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说 一定会成为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 你会有反复的听吗 我决定回去当成闹铃 对啊 闹铃吗 真的吗 谢谢 而且还有来电铃声 微信呢 对不对 钱要设上 都应该定起来 对 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感觉听几遍 自己也会忍不住的跟它哼起来 而且包括旋律或怎么样都非常精彩 朗朗上口 要注意了 9月份千万不要忘记 在9月就可以在我们的音像店里 买到这张非常非常漂亮的 非常好听 制作也是非常精美的曹铃 一个人一座城 那么刚才也说了 我们的日榜前5名将会得到我们选送出来的朋友 将会得到我们曹铃的亲笔签名 那有些人觉得啊 亲笔签名在哪里 在这里呢 主持人就告诉大家 就在我的手里啊 非常帅气的造型 那么再加上曹铃的亲笔签名 一共有5张啊 会分送不同的朋友 那么日榜前5名的朋友 几率是最大的哦 有两个版本啊 那么当时呢 我们就会随机的选出了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啊 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那么奖品就在这里 专辑呢 也在这里 但是很抱歉呢 我们9月份才能上市来买啊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能够把这张专辑作为大家的一个礼物了 我们可以自己去音像店购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LINE这种感觉 那么我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来自星星的你这首表达感情歌 你那么爱她那么想她之类的 对不对 我想问一问 曹铃自己的感情生活是怎样规划的 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猜 没有 其实现在是比较忙的 感情这方面还是比较空白 但是也希望早点遇见那个比较合适的人 对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感情和工作会不会冲突 是愿意他在工作当中来发生的吗 还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到了一定程度 觉得自己可以把控驾驭稳定的时候 再来进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感情和事业是不冲突的 我觉得应该如果有一份好的稳定的感情 是会促进事业发展的 其实这样的优质偶像 最让人羡慕嫉妒恨了 对不对 生活里有很多女生喜欢 我们这关于音乐有很多粉丝来追捧 女粉丝来追捧 对不对 对呀 今天做节目 真的这个女主播有没有瞬间爱上了 我们这个 这个 被秒杀了 对对秒杀 真的 这杀了片甲不留 真的是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这是这种烦恼的事情 这么多人喜欢我 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这种感觉我也很想体验一下 但是机会不太大 对没有没有了 其实我呃可能平时也比较比较呃情伤不是那么高 可能会比较迟钝一些 呃所以我不会觉得有很多被人遮压这样子的事儿 哦就是他在你面前大叔说啊曹英我爱你你也不懂什么意思啊 哦我我到底talking about 我还我我我从来没没试过这样的 是吗 有没有朋友的女粉丝说做出哪些疯狂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些言语给自己留下印象挺深的 呃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 我觉得是呃大学的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我是我是学美术的 然后我们学校并没有音乐系 但是我是属于没有好好去画画 而去做乐队然后去唱歌这样子 所以可能在学校里面呢就可能会比较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 然后就会收到很多信哦 对呃其中有一个我记得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一直没有署名 但是他每每次都给我留一个藏头诗那样的东西哦就是连起来会 对对对一直一直有写我记得有40封 40封对40封连起来都可以做成一个小册子这样 对对最后就是用那40封的藏头诗每每一首诗的第一个字 然后向我表白了当时什么感觉你能看得懂吗 对啊当时当时没有没有意识到啊对当时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事情是等我毕业的时候才知道的 毕业以后才知道 对对所以也也比较遗憾就是毕业以后才收到第40封 最后没有没有毕业的时候才知道的才知道这件事情哦 所以